我送你们打车 不用 坐我车就行 你买车了 一个车没多贵 我把车就停在 面我门口了 走吧 车不错 可爱 这车就是我在网上 套的二手 其实看着就好点 其实特好 特好用 你看这 这车载重 应该刚好够咱们俩了 我骑慢点 来 上车 还没事 这小意思 整一下这好了 没事 我带你去打车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好 谁啊 我男朋友 我先去前面打车了 拜拜 拜拜 喂 李先生那交男朋友了 我去 哎 李先生你等我一会儿 走啦 走 走 喂 李先生你找我吗 今天什么时候叫男朋友 什么男朋友 男朋友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他发过你照片了吗 没有啊 那你就不怕他长得 长得特别不符合你的审美吗 他长得什么样子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灵魂上的契合 我也就想试试 看看我们俩要是 换种关系相处 他能不能激发我的创作灵感 给我带来素材 李老板 你谈恋爱 为的就是灵感啊 对 这就是我的出发点 但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还是未知灵 想想都有点小兴奋的 太艺术佳了 起宴牌 哎呀 过强了 过强了 我想要闻你 用尽力气去靠近我 直到你将我的热情全部榨干 成为爱的祭品 只有你 才能扑灭我的火 我心中的 和手心里的火 什么叫扑灭我的火 他脑子里装的是什么 黄色废料吗 臭流氓 这也不算我还能接受 毕竟年轻男孩对女性 充满了幻想 但是她的微博里有很多 对死亡的注尽 还说什么 肖王是浪漫的永恒之美 之前还有一幅作品 是致敬了马拉之死 李贤贤 你确定她的心理状况 没有问题吗 这不很正常吗 她是雕塑设计师 她对美和生命 有自己的理解 那她也开工作室 她不做流水线 她只做艺术品 哦 拍卖的那种 不不不 她不卖 她只参赛 她以后是想要成为 著名的雕塑大师 就是把作品 放到艺术馆的那种 所以她是没工作吗 这不是工作吗 不挣钱叫什么工作呀 她靠什么生活呀 肯老啊 你到底是怎么认识这种人的呀 你现在对她都没有一点疑问吗 我的哥哥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呀 你现在对她都没有一点疑问吗 我的哥哥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呀 我不同意 李健健跟这么个啃老的怪人谈恋爱 你也不想想办法 你就没有任何疑问吗 你就指哪方面 李健健的审美啊 他们在校论坛的雕塑板块 已经认识四年了 很交心 一直以作品会友 也互相欣赏 而且也知道对方在同一个城市 却从来没有交换过照片 那为什么对方 会突然提出交换警求 日久生情呗 李健和她的作品 都在雕塑展上展出 前几天李健去看展 对方应该也去了 你是说 他们已经见过面了 如果见过面 李健健没有必要瞒着大家 所以 最大的可能性是 对方已经见过李健健了 而且 对李健健的长相也是满意的 所以 才会提出交换警求 那就是建设起义了 完蛋完蛋 我本来还指望他们死于奔陷呢 就让他们死于奔陷 这是我们能控制的吗 你的咖啡店 是营业是在周日吧 对 让李健要请他来 与其让他们单独见面 不如让我们一起 后悔你的人 这件事情 我们就应该占据主意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是不会同意李健健 跟这种人在一块儿的 这什么样 我卫生素A币 胡萝卜素 日常保健 活得真精致 祝 unos 好 欢迎光临 现在才真的感觉 贺子秋飞上枝头了 这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这妹妹开这么好的咖啡店 我也想要哪儿 给我开咖啡店 多了吧 我可不背这锅 她这是在自己创业 老板来了 您和您的朋友 需要喝点什么 以后我们可以免单吗 当然了 既然李仙坚是这儿的老板 那我们就是老板闺蜜 收钱像话嘛 我以后就经常在这儿谈生意了 这儿的服务商好帅啊 赶紧拍机场 还蛮像样的嘛 看来你们都挺喜欢的 也就一般 六分而已 这是什么呀 你快打开看看 这是我送给你的开业礼物 还有开业礼物呢 你看看看 这也太可爱了吧 这种金蝉我经常雕的 祝你生意兴隆 行 来 子秋 你这个店能赚钱吗 开什么玩笑 不赚钱的话要干吗开店 这个位置的转让费 和租金应该都不便宜 加上装修费用 机器设备这些前期投入 开业后 员工水电 失财成本 如果每日的营业额 达不到一千五百块的话 应该很难达到收支平衡 嗯 跟我合算差不多 今天不是开业吗 我看人流量还行 所以之后应该没什么问题 无所谓了 不重要 反正你有钱 我现在就想知道 李健健 你那个网恋对象 到底什么时候的 路上了 路上 你们第一次见面吗 紧张吗 有点 担心 我们都在 你担心什么 我担心她不喜欢我 喂 然 到了吗 灵感 没关系 没关系 那你快回去吧 加油 加油 怎么了 她在来的路上 有了灵感 然后就回去霍泥去了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她竟然回去霍泥了 灵感嘛 那可约而不可求 人是随时都能见的呀 是吧 那既然人不来了 咱们就吃蛋糕吧 吃蛋糕 吃蛋糕 看起来还不错呀 这个蛋糕 吃蛋糕 吃蛋糕 哇 小哥你做得好好哦